欢迎收看关节时刻 时候当我们把焦点 现在放在这个位凯米台风 对台湾造成的风暴 也注意到台湾政治上的风暴的时候 现在环太平洋军演 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 因为在这一次 环太平洋军演里面 没有想到集成战舰 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 而这个集成战舰 是对中国极大的威吓 或许我们知道 战舰没有那么好集成 战舰你要狂轰滥炸 你要非常多的炸弹 非常多的飞弹 你才可能伤害到这个战舰 可是没有想到这一次 环太平洋军演告诉我们 就算是一个四万公断的战舰 没有想到它用B2轰炸机 可以做精准打击 而且用B2轰炸机 我只要一枚炸弹 我就可以对你造成重大伤害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环太军演进行到最后阶段 要炸成这个军舰 保洁这一次美国的设计是说 我们要炸毁两艘军舰 两艘军舰来说的话 一艘是所谓两栖的登陆舰 它当然是两千公吨级的 另外一艘是四万公吨级的 两栖攻击舰 它这个目标当然是模拟 中国的这个航空母舰 好 它们要炸 保洁你又要炸毁 这个作为航空母舰 或是炸毁这么多顿级的船 很容易吗 不容易吗 其实很难 保洁你知道 我们讲2018年的时候 他们当时要炸成 这个炸成所谓拉信号 你要用什么 日本自卫队发了这个 一二四的这个暗四的反舰飞弹 澳洲用的AGN841 大队还有美国洛杉矶级的 这个攻击核潜艇 这样攻击 最后才能够把它炸成 那你知道实际上这一次呢 当然炸成第一艘的时候 是这个很轻松 但是这一次比较重点是 炸成第二艘 也就是四万顿级 你想四万顿级太难了吧 那过去一段时间四万顿级 都是要狂轰烂炸 然后炸到最后之后 从雨垒这样发出去之后 真的击中它龙骨 让它整个沉下去 但是这次呢 美国展示了一个特别的新武器 它用什么 它最后一发是用 这个B2轰炸机 B2轰炸机之后 它发一个叫QuickSync的 这个炸弹出去之后呢 啾 碰 打中它的龙骨之后 它就挂掉了 一发命中 对 因为为什么 以前真正命中它 让它完蛋了 是从潜艇发射 MK48 不是 这次是从这个飞机发射 B2轰炸机下去 真的告诉你什么 包姐 过去你要能够毁掉 中国的航空母舰的话 你真的一定要 潜水艇在下面打出 用鱼雷 但是你打出鱼雷的同时呢 我就知道你在哪里发射 所以我也可以攻击你的航空母舰 这样的话 其实航空母舰的作战 作为潜艇的作战范围 或是更容易被你发现 但是呢 B2轰炸机 包姐 它从空中丢过来 对 而且它是隐形战机 对 它丢过来之后 它更是完全让你 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 然后它来了 丢了一发下去 QuickSync你就完蛋了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 美国这一次测试这个 是在跟中国讲哦 你不要以为你的航空母舰很厉害哦 我 或是你的反潜能力 再厉害的话 我只要这个B2轰炸机 飞出去 你就准备要挂掉了 而且这个对中国来讲 太刻意了吧 如果中国要夺取台湾 它必须要两个 第一个我一定要登陆舰 第二个我要有2000攻击舰 2000攻击舰 刚刚讲就4万公吨 我们今天的登陆舰 就是2700万 2700吨 你这两艘为了要在台海 最重要的 我就炸给你看 一艘刚刚讲的 我1020飞弹 这些飞弹 我就有主意 把你给击沉 现在更可怕的是 本来以为说B2轰炸机 这应该是一个大规模的轰炸 一个灭的轰炸 没有想到 它现在的科技 已经可以精准打击 它可以针对一艘的 两机攻击舰 精准的命中 而且经过这个狂轰滥炸之后 我知道一枚 就可以把你的龙骨打断 而且打断之后 打断之后 他们没多久之后 两艘都已经沉到 1500英尺以下的第一艘 就是一艘 你真的就完全关了 不是在上面 经过好久 它就直接就沉下去了 直接沉下去了 所以事实上 这个美国发射这个 这个所谓 当然就是针对你中国而来 所以说这一次 环太平洋军业 对中国威吓最大的 就是这个 集成战舰的表演 没错 就是这个B2轰炸机 搭载这个所谓 QuickSync的飞弹 吓吓你中国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 因为今年的环太平洋军业 是相当庞大 保持一下 他们美国公布了 非常多照片 这照片里面来说 这个领衔在中间 这边是卡尔文森号 那卡尔文森号里面来说 你看F35的飞机 预警机什么都搭在这上面 旁边有轰轰烈烈 这个非常多 各国的这个旗子的军舰 全部在这上面 各国都有 对那这里面来说 今年有29个国家 然后40个水面舰 三艘潜艇 14支路面的部队 还有150架飞机 它这次展示给你看 我们就是这样子 你看全部这样子 针对你谁而来 针对你中国而来的 而且各国战舰都有 排在一起这样子 你看 这个我们很少看到这40枪的 这个军舰一起的这个状况 那你看卡尔文森号的舰长就说 这40枪军舰聚集在一起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互相联系 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做一个 作战的这个联系 这就是他们要做一件事 你在海上有40枪 那是一个非常大范围 而且你可能有彼此干扰 这些的问题竟然都被克服了 对那表示什么 我们有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互相联系 那你看 他们这次先炸这个杜比克 杜比克就是比较 小了2000多吨的 你看 他们用阿帕西发射这个地狱火 然后124飞弹这样炸炸炸 就把它炸成了 所以你看 美国还有这些同盟国 真的在测试这个 当然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塔拉瓦号 因为我们刚才讲 4万吨的塔拉瓦号 塔拉瓦号你看 这么大的一艘军舰 4万吨的这个军舰 你要说真的集成它是很难 过去一段时间都是狂轰烂炸 炸到最后来 好不容易才能把它集成 但这次不一样 因为塔拉瓦号来说 他就是模拟中国可能攻击 因为他能够起降战机 直升机 然后还有搭载 所谓两栖的登陆艇 然后进行兵力 还有物资运输 还有医疗通用 这些相关的状况 所以等于是一个多功能的平台 就是中国解放军 可能也会这样的方式 就是我可以往前输送军力 我后期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所谓医疗战这样的状况 那美国这次就这样 好 美国就这一次 开始用所谓的QuickSync出来 它要试验看看 我到底能不能用QuickSync 集成相关的 所谓塔拉瓦号的状况 我们刚刚讲的在2018年的时候 你要把一个所谓的驱逐线 给集成 你最后只能够MK48 你用海底的力量 打断它的龙骨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一次他们先试验了一个 用F-18大黄蜂战机 用一个反舰导弹 用反舰导弹 我就可以阻吓你 我已经对你造成极大的伤害 没有想到 B-2后杀机 马上又刚刚讲的 用QuickSync 这个实践系的武器 一击 它真的就沉下去了 对 应该这样说了 这个F-18发射反舰导弹的时候 它在攻击你 攻击你可能让你没有办法 有相关的反击能力之后 我再用这个QuickSync 来把它集成 所以这个步骤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美国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QuickSync 这个快速集成飞弹 你还可以搭载 这个B-2轰炸机上面 那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 它可以有这个 GPS的导引 导引来说的话 它可以非常精准地 命中这个目标 所以也就是说 我只要空对地的 这个GPS导引 透过B-2轰炸机 发射出去之后 我可以开始慢慢地 接近这个 攻击的目标之后 然后就把它集中的 这个状况 所以保险你知道 未来就变成什么 我F-35也可以在 对 它目前为止 美国是这样 F-35 F-15 都可以搭 所谓的QuickSync 也就是说 这一次用B-2来测试 但是未来 他们的设想里面 来说话 F-35 F-15 都可以搭载 甚至你看 美国也曾经用F-15 搭载QuickSync 打烧一烧 一烧所谓的货轮的 这个龙骨 所以等于是说 它这是个非常好的 这个方式 它可以快速 而且可以类似 鱼壘这样的方式 把你集成 所以这就是QuickSync 的真正的效果 对 精准地命运到中央 精准地把龙骨 给打掉 然后你再大的船 就沉下去了 对 没错 所以这美国就是 美国就开发这个 这个成本来说 我就讲比潜艇的 这个威力更加强大 而且成本比较低 而且另外一方面来说是 威胁的范围更加广 你看 不止B2 F-35跟F-15 都可以搭载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中国的这个大型的船只 可能会面临到前所未见的威胁 而且你刚才讲说 刚刚那个货轮一枚 QuickSync就把它给打掉 对 那不是动画 那不是想像 那是真实发生的 只是美国不想透露 我真正的这个参数 对 所以我用动画来表示 对 美国是用F-15 搭载这个QuickSync 把它集成了 另外一个 对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美国还有另外一个飞弹 就是LRASM这个飞弹 LRASM飞弹 这次是用F-18它搭载 他们这个叫做 远程反舰的这个导弹 好 他也是 他也是来这个集成 这个这一次的塔拉瓦 如果塔拉瓦 他这个是要做什么呢 宝洁 这个其实呢 未来美国也是可以搭载 这个所谓反舰飞弹 搭载在各个平台上面 他可以在F-15 F-35来说 他可以在各式各样的 飞机上面来说 有陆射版 空射版 都有 好 那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所谓AGM-15C的 158C的反舰飞弹 他要做什么呢 宝洁 未来你可以 从不同平台上面 发射出去 发射出去之后 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试验 有四枚飞弹 从不同平台发过 发射出来的这个LRASM 然后往前进的时候 宝洁他们四个 同时会互相连接 互相连接的时候 就说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 然后你往前进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目前现阶段会有 非常多阻断你的这个 这个所谓你的电站 所以你可能就没办法接收到 它可以彼此连通 你就没办法接收到 GPS这些相关的数据 好 没关系 它里面有自动的侦测 它可以打开 它自己的雷达系统 然后同时这四个 在互相的串联这样 最后四个目标 都能够精准的击中 我要打的这个目标 这么厉害 对 而且你知道 他们还可以这样 他们还可以中途的时候 还可以转换这个目标 还可以说 哪些是比较有价值的 可以用这样的 所以等于是有点 类似这个自动攻击的状况 所以美军这次测试了非常多武器 意在什么 意在都是要对中国说 你必须要小心 我是准备了很多武器来 如果真的要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是真的不怕你的 而且美国在这次 環太平洋军业里面 也非常故意 他不但用了三艘的潜艇 而且公开这个核潜艇 我怎么样在关岛 补充我的弹药 没错 实际上这次还公开什么 这个是 这是美国的佛罗尔尔达号 他在这个关岛 那关岛的时候 你看他还故意 泄漏画面给你看 他在泄漏画面 他今天在做什么 他在装卸所谓钻斧飞弹 一颗一颗把它撞进去 垂直发射孔 我把它装进去 他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我在那边整补 我在那边整补的时候 我可能也有参与这一次 那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有传言说 最近一段时间 山东号他们有 中国的航空母舰也在 这个附近在做一些 所谓相关的演练 那我在这个地方来说 我也是相当 对你进行一个 所谓示威恫吓的意味 非常非常浓厚 宇学 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谁发布的 俄罗斯干嘛发布 他说 美国很故意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既然北极海 开始合作 我要巡航 巡航的时候 看到一个美国军机 然后一直逼近 一直逼近 然后盯着 结果就发现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三国的飞机 在北极海上面 北极海上面 互相对视着 当然 保德根 因为我们正好讲 这个事发的地点 是距离美国阿拉斯加 也是美国本土 大概200里左右的位置 你想说奇怪 为什么中国跟俄罗斯的战机 同时发生 飞塞这边 这个才是最怪异的地方嘛 因为你怎么会 同时靠近美国领土 所以第一代表 接近北美 对 第一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绝对不是从中国起飞 因为中国起飞 美国早就已经侦测到你了嘛 飞不了这么远 对 所以大家就想说 那第二种可能 所以代表 中国跟俄罗斯 竟然进行了 军事上的联合演习 而且联盟在一起 所以显然 这两架 包括不管是我们讲 中国的这种轟六战轟炸机 甚至俄罗斯的土轟炸机 都是从哪里起飞的 从俄罗斯起飞 这还是重点嘛 所以代表说 中国先跑到俄罗斯 从俄罗斯后 两个人在一起 攜手做坏事 跑到美国家门口 孙孙欸 所以各位你才会看到 这么精彩的画面 你知道是什么吗 等一就是说呢 他们还没有靠近 实质上美国真正的领空的时候 只是靠近大概 200亿所有的时候 结果没有想到 谁来了 美国来了 F35来了 F22来了 就连加拿大也来联合协访 他们讲的CF18 通通跑在这边说 我给你看得到 你别把我轻举妄动 所以你仔细看 这个奥斯丁讲说是什么 说哎呀 我们讲他就是被我们 透过所谓的F16 还有加拿大的CF18 通通拦截下来 我们连他的型号都知道 跟你讲一家是图95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轟六 我们掌握的一清二楚嘛 那各位你知道 这个可怕在哪里吗 所以你刚刚讲的俄罗斯就吓坏了 俄罗斯马上公布这个画面说 你在威胁我们 对 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要讲一件事情 我也有看到你啦 就两边当然不能示弱嘛 俄罗斯总部可能说 我们觉得好怕怕 当然不是这样子 但你仔细听到奥斯丁他们 多么趾高气壤的在讲说什么 他说我跟你讲 不意外 什么叫不意外 他说呢这些飞机啊 他只差每一讲说什么 从那一开始追踪拦截 我们都全程都在处于监视状态 所以保德哥请问一下 美国知不知道你是从哪里飞出来的 他都知道 他搞不好从你在机场的时候 你在有动作的时候 连中国降落在俄罗斯机场 他都全程掌握到一清二楚嘛 难怪奥斯丁敢讲说 中俄的任何军机 从任何方向进到了美国领空 我一定第一时间就把你拦截掉了 对 但是你各位 你有出现一个问题 不是啊 中国没事 你飞去阿拉斯加干嘛 各位 这跟全球暖化就很大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不是一直在讲 全球暖化之后 造成北极会产生什么状况 原本过去的涌动港 变成全部都融化 所以北极变成所谓的 航空领地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像我们刚才看到 俄罗斯他所出发的这个机场 绝对是未来最北边的嘛 那以前这个机场 他能一年我们讲的 365天都使用吗 不行 他一定会有截动的时候 但现在显然 如果365天是启动的话 整个北极航道会变成 一个非常重要的争夺地嘛 所以美国是也加紧了重兵 就在这边防守 包括跟加拿大协访 各位 加拿大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关键 代表说就连在靠近北部的地区 因为美国以北 真正最北的地方是加拿大为主 所以你仔细看 他们这一次所征风相对的地点 一个叫这个楚科奇 一个叫白铃海 大概就是我们讲的 在这两个区域的空域上 进行去纏斗 但是各位 未来美国会有更强而有力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别忘了还有NATO 北约嘛 各位你想想看 当美国不只是 可以从这个美国我们讲的 本土或是加拿大 来进行协访 如果进一步的 因为他们现在跟芬兰 正在切定一个所谓的 双边的这种合作战争的合作 芬兰 对 那芬兰他要干嘛 芬兰要跟那个 买一堆F35A 这个闪电型号的 那与此同时呢 他作为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跟你买 这个所谓F35A 但同时我是不是要有 所谓的 鸡棚 围保 后勤 设备 美国唯一提出来的条件是 好 那你的芬兰的机场 要通通为我所用 你仔细看 如果美国在芬兰 可以飞的话 等于是说 他可以掌握整个 将近所有北极圈的空域 全部都可以由他先发自然 通通在他掌握之中嘛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未来的整个我们讲的 不只是在乌尔 连北极圈都会形成一个非常针锋相对的战场 你现在在影片上看到 现在美国F35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飞行员 都是最强的 你现在看到这个女孩子 她的爸妈都是飞行员 她的飞行技术也太可怕了吧 对吧 我们先看到了 第一个这个飞行员是女生的 已经算是非常特别了 而且你看到 他在登机之前 一样熊啾啾气仰仰的 站了立巴挺直 然后跟地勤人员呢 坐近你就地勤人员 回进他 就爬上去之后 他身形算很娇小 你看到他爬那个楼梯喔 基本上来讲喔 这算是我们讲的 虽然说手脚很俐落 但是比较起来 你就知道说 他整个很娇小一支喔 但是非常俐落 完全没有任何的 我们讲延迟动作 而且进去之后 各位他做什么动作 他直接做S型的PX向下 也就是S型的翻轨 所以你仔细看喔 当他的飞机 整个月上云端的时候 整台F35是不是一直在 喷射那个所谓的白烟 他做什么动作 側翻 他做了两个喔 先左側翻 你看喔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女飞行员 左側翻完之后呢 再右側翻 右側翻了之后呢 再来做一个俯仰的动作 就是各位有没有 你看他整个完全颠倒了喔 等于说他的天在他的脚下 然后地呢在他的天上 然后再马上转一圈再回来 这都是非常高难度 你看 说转就转 保雅哥这拘力非常强 这下我就吐了 而且他很快速度就已经超音速了 对 而且他超音速的时候 他开始大量的做这些 连续型的特技 也是我们讲的TEC嘛 他验证一件事情 跟你讲 我们美国喔 这种人人降势喔 非常非常多 旧人女性呢 一样不让须眉 而且刚才讲 他在过程里面 不断抛出热燕蛋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等于说 他是进行我们讲的一种展示 包括你如果常常常看汉光演习喔 军机上飞的时候 他都会透过这种 施放热燕蛋 先做完特技之后呢 放这种热燕蛋 展现出他对于他整个飞机的这种 操控性能跟能耐嘛 但各位已经讲说 雨萱可是你刚才讲 那个都是花拳绣腿啊 那没有实际战争的能力嘛 我跟你讲真的有 为什么 因为在乌尔战争喔 F35就发挥奇效 什么叫狙击一千里之外 就是你不用到战场 但是你的敌人会因你而损伤 因你而死亡 为什么 因为当然F35 现在普遍大家认为说 应该已经进入到乌尔战场 但他不是通过所谓 直接打击这些轰炸 而是用他最强大的功能 叫做广泛的雷达场域 换言之我F35 比如说我在芬兰 或者是我在北约的国家 但我可以侦测到的范围 是高达350公里 甚至500公里 那叫什么 我的乌尔战争 都在我的所谓的扫描范围之内吧 在我眼皮底下 对 为什么他叫踹门 等于说我F35 侦测 比如说我侦测到 好 苏凯34来了 苏凯35来了 A50预警机来了 这时候我跟谁讲 我跟地面部队讲 地面部队的海马斯也好 或者是陆军战术 好像系统2 他们就可以开始 针对这些空机敌机 来进行攻击 所以宝哥你知道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讲了 整个俄罗斯 两个礼拜 你知道摔了几架飞机吗 摔了15架 坦白讲你俄罗斯 它这些飞机 乌克兰哪来能耐 去精准的侦测 而且用适当武器 对它进行打击 所以最主要是什么 所以F35的隐形战机 居然在乌克兰战场 有公开跟秘密的资源 不但是公开秘密的资源 它还可以共享目标 不但共享目标 它可以引导导弹 进行攻击 对 所以它就是天眼 幻原器 幻原器 它是乌克兰的眼睛 而且你知道最惨是什么吗 因为其实俄罗斯 这种A50 跟这个1222 它们是电战机 幻原器是电战机 就是专门来防范这种状况 结果没想到 找不到 连电战机都找不到F35 还反过头来 变成洛汤机被打下来 你就知道F35多厉害 好 另外就是 现在中国 跟其他国家的恶意敌意 这两天也特别难到 这我们大概没有注意到 可以说这个对日本 对中国至关重要 新日铁居然跟宝钢分手了 我想分手就分手了 原来新日铁 也就是日本制铁 在这个中国投资了很多 是上千亿的日币 结果它就不要了 不但不要了 它就连产能都不要了 没错 这几天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新日铁跟宝钢分手 那为什么要分手 因为事实上 新日铁在过去一段时间 是手把手 把宝钢拉拔起来 结果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 他们两个成立一个叫做 新日铁宝钢汽车板公司 就是要做汽车板 就原本的你知道 宝姐原本的这个宝钢 他的这个技术 就是不如新日铁 所以新日铁助技术进来 这些这个所谓的 新日铁这个所谓的汽车板公司 结果没想到宝姐 这个宝钢不断的 把他的技术偷走 不断的把他技术偷走 现在呢 宝钢已经产能技术能力 都越过这个新日铁了 所以新日铁那索性这样 那明明都是已经被你吃香喝辣之后 那我就这样 我就只好退出中国市场 所以他就 因为他把手上的股份 因为两个是50 50%的股份 我把股份完全卖给你 但是这个部分呢 占整个新日铁在中国 七成的产能 他全部不要了 他就是给你宝钢了 所以说关键在于 新日铁跟宝钢分手 是把我的七成产能丢掉 那事实上现在呢 新日铁跟宝钢 两个就完全撕破了 46年的合作呢 可能就要告一段落 甚至你看新日铁的这个新老板 就是他就 巧本音乐 他说不能够放过宝钢 他这个私底下 他都对人家说 我绝对不会放过宝钢 有这么恨 所以现在等于是 新日铁跟宝钢呢 46年前本来是 改革开放结合之后 现在要互相对决 好 那为什么这道理 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呢 宝钢一切从1972年说起 当时呢 周恩来就先把宝钢的 这个新日铁的老板 请到这个中国去 他就说我们中国需要计数 请新日铁呢 你就给我们计数 所以新日铁当时呢 曾经有帮中国打造一个 武汉钢铁厂 那时候在武汉 可是呢 他们就打造完之后 就离开了 但是呢 中国去管 中国自己管的乱七八糟 所以呢 后来有人去看 当时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武汉钢铁厂 管理很烂 然后很多工人 还在里面抽烟 大家乱七八糟一通 所以根本营运不下去 可是从张志动开始 武汉钢铁厂一直是 中国工业之母 但是还是很烂 就还是很烂 烂到什么程度 烂到后来1978年10月 邓小平上台了 他访问日本 他访问日本的时候 他就有到当时的这个 新日铁的这个 君泽自铁所去参观 你看这是邓小平 然后跟当时他去参观 然后参观之后 他看到这个钢铁厂 他就说吓一跳 他说我们中国钢铁厂 就是大家都穿得乱七八糟 然后没有戴这个帽子 然后你们一举一动 都很整齐 他说你们真的太厉害 他当时跟新日铁老板说什么 这样子 我们呢决定拜你为师 你是老师 我们是学生 我们就按照你给我们的步骤 我们一步一步做 那甚至说我们呢 你要我们设什么厂 要多少支援 我们都给你 那就是我们打造出 就跟你们这个一模一样的高炉 然后产线一模一样 在日本为师 对管理方式 全部都教我们 就在他后来回来之后 这个新日铁老板就说 好你这样邀请我 我当然愿意去 他就在上海打造了 这个宝钢 宝山的钢铁厂 这个钢铁厂 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样 跟新日铁一模一样的 宝钢是这么来的 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中国才有他的钢铁工业 对 才正式卖入 应该是说卖入现代化 以前根本就没有现代化 以前乱七八糟 好 结果那时候新日铁 他们是真的用心高费 因为邓小平这么样的这个 这么样的看重 他们就这样 那新日铁为了这个宝山钢铁厂 前天后用了一万人 他有一万多个人去那边教你们 这样前天后弄了非常多的 辛苦的这个状况 那你知道新日铁当时怎么盘算吗 他想说OK啦 我们跟他合作我们只要维持 日本一定程度的技术领先 然后我们日本的这个总产量 比你更大那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没想到到2000年之后 宝钢的这个整个量 已经超越日本 所以当时候日本就发现到不对 结果没想到不对之后 他们做第二件事是什么 因为当时中国的造车这个技术 他们不会做这个汽车版 所以呢 宝钢又跟新日铁就说 那我们来合力 做一个汽车钢铁 汽车钢铁 结果汽车钢铁做下去之后你看 他又把你的技术又偷过来之后呢 我会做之后又把你踢开 所以等于说 为什么宝钢 为什么新日铁会说 宝钢我恨之入骨 因为我把你拉拔长大 然后拉拔长大 把你变成世界级的公司 结果你又这个 从这个所谓汽车版 你又把这个汽车工业的 know how都弄走了 结果现在呢 你又把我踢开 那我现在在中国已经发展不下去 所以现在 这个新日铁他要怎么做呢 他就要去并购美国钢铁 所以就是为什么他要去并购美国 就是我希望有日本跟美国的技术 他说现在我要跟中国互相竞争 所以他事实上从新日铁跟宝钢 从过去你农我农 一个是师生关系 到现在是仇恨关系 你说这个也见证了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刚刚讲的这个世事难料 现在凯米台风虽然已经慢慢远离台湾 可是刚讲南台湾现在在淹大水 南台湾现在淹大水 更重要的是 现在山区真的不能去 倒不然我们看画片 今天就有人拍照 这个南河居然就山崩 不但南河是山崩 连台铁很多的陆基 都已经被那个所谓的掏空 然后因为算了 现在阿里山居然有一台车 有一辆车大家回家吃饭 就被砸得稀巴烂了 是 大家会认为说 现在台风已经远离台湾 但是有一些包括山区这个部分 有一些灾害还是惊醒当初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常去 你现在看到这种画面 就是刚刚竟然是产生一个山崩 这边看了这个画面 真是让人家觉得触目惊心 但还好 因为它崩落的地方 刚好是没有人 而且那边是看起来 应该是海的地方 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在阿里山这个部分 就有一个核心的火车的维修员 它因为就是去上山 然后维修完之后它下山 它开着车没有想到 就被划落的巨石给砸个阵状 这是阿里山 对 阿里山 然后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它被砸的阵状 它整个就是当下 应该是就发生这个状况 然后是它的家人想说 它不是应该要下山了吗 跟它完全联络不到 才赶快打电话给他们相关的人 后来他们才开车去找它 才发现说它已经在车子里面 就被这个石头砸到的 完全 而且它砸到的地方 刚好就是驾驶的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看起来 应该是在里面已经两个多小时 那这个它所砸到的是 在台八线的69.6K处 那因为就是看起来就是 那个驾驶应该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你看这个也是非常惊险 一瞬间的画面 在车子上有两个 就有八个人 他们本来是在崇德这边 你看 真的是很可怕 他们也是去那边要修 赶快要抢通 就后来发生不对劲 觉得有轰轰的声音 还好他们动作很快 赶快就上阵 赶快把车把哭 然后才会逃过 不然真的就是 那短短的几秒钟 因为他们就上阵 然后赶快把车把哭 然后往后挪 你看就这样 1 2 3 4 4 5秒的时间 这个整个就这样 呈现一个崩落的状况 如果他们 连监视录影器的镜头 都坏掉了 是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还好就是那个 他们反应很快 不然这八条人命 可能也就因此 命在战袭 而且刚刚讲 凯米台风虽然远洋了 南台湾今天刚刚讲 台南又淹水了 彰化也淹水了 南投也淹水了 云林也在淹水 是 因为这一次真的是 之前在4月8小时 你现在看到 几乎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 我们以前讲 紫暴紫暴 会说大雨已经 紫暴已经很厉害 这次没有 是紫到发黑 所以你看 南台湾这三区 刚刚讲从嘉义 台南高雄 这三区全部都是这样子 是 你知道吗 在光是高雄这两天 竟然灌进了1674毫米的 一个超惊人雨量居灌 所以你看到 那个白色的Skoda 发生什么事 被水冲走了 就大家就眼睁睁地看 它的这个水 就这样把这个白色的Skoda 就给冲走 而且据说你的水量之大 它竟然冲了200公尺 然后呢 但是应该 有没有人在上面 应该是没有人 所以就还好 没有造成人员的那个伤亡 那你现在看到 就是说 除了这个高雄的这个地方 真的是很多地方 古山区三明区 有90栋 你看有90栋的房子 都是这样 整个地下室 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所以有多少的车子 可能因此而受损 事实上 这还蛮难以估计 水怎么抽怎么抽 就是没有办法抽干 所以这一次重灾区 真的就是在高雄 那你现在搭了干嘛 附上都是鱼 对 因为水退了之后 发现很多鱼都出来 你不要以为 这些捞鱼的人 好像是贪吃 因为他们说 现在鱼还活着 你不把它捞来 等到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 马上臭了 所以这些人 就是赶快去捞鱼 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 就是它的车牌 因为车牌 就是整个车都泡在水里面 所以沿路都是掉下来的车牌 那你会说 那怎么会车牌 这么容易掉 他们说因为那个泡水 然后在水里面的阻力 所以导致它的那一个螺丝 特别容易因此而受损 所以车牌就这样子的 要漂浮起来 那除了车牌在寻找车阻碍 你知道这其实画面 也非常惊悚 在彰化 彰化的长春地下道 你知道那个人一看 然后他说 等一下 我现在车是浮起来吗 我车是浮起来吗 浮起来了 旁边的人说 对 我们真的浮起来了 是赶快爆哭 你知道吗 不然他们会觉得 我这样开进去 不可能搞不好 既然没有任何警示 对 没有任何警示 他们就想说不对 这样浮起来觉得很可怕 我们应该要赶快后退 所以 其实这个是蛮危险的 就是彰化这个部分 应该要禁止 让这个车子再进去 不然的话 这个有的人就开进去 真的卡到一半 不会游游 你就真没保抵无路 那个真的是还蛮危险的 那除了彰化 有这样惊悚的画面出来 这个台南 台南也是一样 尤其是后币 这个加东 新加这个白砂 他们说这个很可怕 这都淹到一层楼了 这二楼还好还有二楼 所以他们后来就去撤离 总共有12人被救出来 另外在白砂屯这个地方 也有26个人 因为就是水泡在 加泡到水里面被安置 所以这个这一次 真的是整个南台湾 这是承受了很大的一个 被水扁 这是在每一个地方 几乎都是1000多 1000多 1000多毫米的一个惊人的雨量 那云林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汪洋一整片 你现在已经分不清楚 你知道吗 他这个是叫大杯 他说我们这个大杯 丰田村 这样看过去一片汪洋 真的是全部 几乎整个村子 全部都是泡在水里面了 好 那现在这个 凯米已经到了中国 那中国有影响吗 是 他们现在发现凯米台湾 也造成福建 大概是有62万人受灾 然后农作物有85公顷 直接境界损失高达 大概有一两千万人民币 那风势真的是真的非常大 那因为就是这一次 他们就发现就是说 这整个凯米台湾的路径 就是看起来跟去年的很像 所以他们特别 你看那个记者播报 还要扎马步 这都拿命在演出 就是在拿命在采访 这也真是蛮惊险的 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还有包括雷伞电也不断 他们都说光是这一个 深圳的地方 竟然记录到2700 二次二次的伞电 你说这个带来的西南西流 不但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南部 刚刚讲这一块地区 就是刚刚讲的深圳 风雨这么大 是 这张云图刚刚 截的时间比较早一点 那我刚刚看 现在及时的录影的时间了 现在整个整个这个 这个咖啡色的 就整个在这边很大一块 全部都是那个 这个非常强的 就从我们讲的厚实的云带 在就在广东整个照 把整个广东都照上去了 然后台湾这边的话 他还有非常零星的上来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 今天这个中南部 还是要防大雨 你说从台中 台中 彰化 南投都会有 对 一直到台南 这边还有一个雨带 如果说我们看这一张 你看到这个是刚刚 这个下午接上去发的 这个雷雨警报在这边 这整个地方 都是还是重点 高雄 屏东 可能稍微缓和一点 可是台南 以北 一直到南投 台中 彰化 全部都还是在这个雷雨区里面 然后这个是比较放大看的 看到更清楚 这整个是台南 他这样不断的移进来 还是有这个 难怪后壁 现在淹水淹得一塌糊涂 对 的确 而且下午还有热力作用 所以它的这个影响会更明显 至于说明天的话 这个雨区会慢慢的出去 那没有错 可是明天像 鼠现在又发布了一个 特别的状况 我看到因为这边还有一些云带 它这次这个台风 它的这个外围环流 台风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大陆这边了 它的外围非常的宽广 所以说明天这边南 这个东边的东西 它还会推进来 因为太平洋刚才会慢慢推到它进去 那东部要下雨了 对 东部包括台东 还会有一阵大雨 明天的这段时间 花莲台东 这次花莲台东 本来不是那么明显 对 花莲台东等于说 从宜兰花莲丢球到南部去 对 那边又丢回来 花东又有了 对 又开始有雨了 所以这个台风真的是 但是时间真的是让我们捉摸不定 那对我们的防灾 要持续的去守势的状况 好 那这次你帮我们解下来这个图 这个图我要怎么来看待呢 这个我们看一下 它后续几天的变化 也就是说 凯米台风 对 凯米台风进到大陆里面 我昨天有讲说 它进到大陆里面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 跟北边的封面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温带的气旋 温带低压 可是它就会影响到 中国大陆的华中华北 甚至于到 今天我们看到到东北那边 然后甚至影响到北韩 那是今天最新的欧洲模式 它会到北韩去 对 如果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它的预测 欧洲模式的预测 它这样走进去 它转上去之后 就这样子转一圈 到北韩去 然后再到日本那边去 这张图就很清楚 这个就刚好绕到北韩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个是礼拜天 这个是礼拜一 这是礼拜二 所以它这个系统慢慢上去 这就是它这个台风 变成一个温带气旋 接到这个封面系统 就凯米 对 凯米台风 然后变成一个温 它变成一个热带低压 之后变成温带低压 然后持续的往北走 这边这个红色的地方 就是下大雨的地方 这个是河北省 河北省那边 然后在之后 它继续的往北走 你看 它继续往北走 河北到这个地方就辽宁了 对 然后到了东北这边 然后甚至于到了北韩这边 整个都是受到它的影响 所以等于说 它好像是英文不散 整个从南边扫到北边 从现在广东 然后持续的这个江西 湖南 湖北 河南 一路扫上去 这个都是它未来可怕的地方 而且你从这张图看起来是 它现在东西串联 串联刚好就点 符合带就在台湾 对 这个没有错 这个因为我昨天 前几天有讲 这个是台风的那个 殲二代符合带ITCZ 然后这个季风潮 就在这边 刚好是符合带 那到了台风 再进去之后 我们现在还要担心 后面的状况就是 当它进去之后 往北走的时候 台湾这边还要小心 这边又有一个涡旋 在发展 又有一个台风了 又有一个涡旋在发展 只是说它现在的过程 因为台风是这样子 前面一个台风走过的路径 它后面的台风 有的时候如果马上 再产生一个另外的台风 它会跟着来 只是说它的强度 可能没有这么强 会稍微弱一点 后面还要看 这边附近的这个 风切的状况 目前看起来好像预测 风切会稍微大一点 所以对它的发展不是一点 可是它还是会变成一个 所谓的热带气旋 继续的接近 接近这边 跟着凯米台风走 接着这个我们 就是跟着它原来的路径上来 那会接近到我们 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 会接近到我们的东部海域 这个时候它 可能是一个热带性地基 不见得是一个台风 那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 它的变化